位在清泉岗基地旁的中益社区 有一间隐身在公园内的独立书店 大家书房 打破一般人对于书店 只提供买卖书籍的刻板印象 书房成立一年多来 已经成为当地大小朋友们的秘密基地 除了平时不定时会举办社区活动 对于资源较少的社区孩子 还会提供客服协助 帮助他们接触更多元的书本与资讯 现在透过镜头一探究竟 这里是清泉岗基地旁的中益社区 而这间隐身在乳流公园里的小房子 不但是当地的独立书店 更是大人小孩的秘密基地 60年老房子改造的这间大家书房 有别于一般人对于书店的刻板印象 一进门就看见大伙开心的玩起桌游 充满欢乐的热闹气氛 店长也借由这样的轻松氛围 让资源比较少的社区孩子 能够有机会接触更多元的书本与资讯 来这边他们感觉蛮轻松的 虽然这边很多书 可是来这边我们不会硬是强迫 他们一定要念书写功课 来这边就是聊天就是玩 有时候大家也一起玩桌游 然后就很开心 这边有点像他们的游乐基地 书房的店长喜好 其实本业是一名大学老师 本身也是空军子弟的他 十年前来到中益社区拍摄卷存纪录片 从此投入社区经营 经常带着学生进入社区帮忙 但一个学期只有十八个礼拜 相较于社区需要的是长期人力 于是他毅然决然卖掉房子 到社区开启独立书店 展开蹲点计划 我一方面很想带学生进来 二方面又很想做社区工作 所以我就自己跑来社区里面 建立一个摊头堡 自己注点在这边 这样子有任何学生要进来 不管是因为课程 或者是因为自己有兴趣 他都可以用这边当一个基地 文艺类的重要的经典 适合青少年看的 所以我们就分类的方式 就是这一类的书是读了会有气质 有别于一般书店的呆板分类 这里的书种命名可都创意又有趣 只希望勾起孩子们好奇心 拿起书本阅读 而除了看书 这里还会定期举办活动 除了吸引外地人看见社区之美 更难得的是 也默默凝聚社区内部的向心力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些 生活啦 工作 甚至于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以后怎么样可以 让我们的社区更温暖 让我们的社区更有活力 所以它也是我们大人的秘密基地 小朋友的快乐天堂 像我们这边的话 是叫社区型或工艺型的独立书店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书店其实不是以卖书为主体 是以跟社区相处为主体 那书只是拉近大家距离的一种 一种东西 像一个桥梁一样 虽然卖书与咖啡餐店 年收入只有几万元 但这间位居眷村中的独立书店 建立起独居特色的社区亮点 更让海线地区孩子 借此有更加丰富的文学熏陶 记者陈伯瀚李云轩台中统报道